眼前的这一幕是卖油商贩被揭穿的画面 打着现榨花生油的旗号 梅城墙里面的有这么大的猫女 记者就是接到了好心群众的举报 说这家油的味道十分的刺鼻 完全就不是花生油 于是记者来到旺花农贸海鲜市场一探究竟 记者假扮买油的顾客去买油 商贩看到记者的到来 于是能言善变地夸起自家的油是多么的好 甚至拿自家的油和超市的油相比 商贩看到记者挺感兴趣 立马来了兴致 直言他家的花生油不仅纯天然无公害 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成分 就连用料的花生都是上好的 已经做了好几年的生意了 并且绝对有幸运 边说边掏出自家的名片 这么好的油小编听着都想要买了 这不 记者也想买来试试 到底有没有商家说得这么好 但是一听到现榨花生油的价格时 立马迟疑了 因为这家花生油的价格廉价的实在离谱了 十斤的花生油只需要一百还送一斤 有十斤的一百块钱还送一斤 都有十斤的七十块钱 我先账 没有彩数没有发我弟弟 之后记者看到商贩的车厢里 果然放着一台炸油机和两袋花生油 所有的制作材料都在表明 这家的花生油不仅可以现场制作 而且绝对活真价实 但是通过走访 记者惊讶地发现 市场上最便宜的花生也得五元一斤 按照最高出油率计算 就算是一斤花生能出半斤油 一斤油的成本折合下来也得在十元左右 所以这一百块钱十一斤的花生油 明显是在赔本赚腰 难道真的有这样的好事吗 面对记者和顾客的质疑 摊主随即开始了现场炸油的展示 只见将炸油积热好后 站在车上的男老板香料斗里倒了两勺花生 不一块出油口就流出了油 速度真是太快了 不禁令人叹为观止 奇怪的是油渣还没挤出多少 这花生油就流出了一桶 看到这个场景的消费者问道 这也太快了 一桶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就能炸好 那么如此高效又便宜的花生油真的能吃吗 就在记者疑惑的时候 食品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现场 看样子有人举报了 随后在商贩的车里发现了一个大油桶 但是商贩解释为备用了 如果不够卖的话就拿出来卖 监管人员找了一会也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 难道举报人提供的信息有假 商贩老板还责怪他们耽误了自己的生意 监管人员一想让商贩把油拿出来 检测一下是不是好的油 一说到这里商贩明显是心虚了 监管人员之后也发现了大油桶旁边连了一个管子 另一头连着炸油机 当监管人员想要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 商贩立马急眼了 想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别问这么多了 最后在监管人员的追问下才知道 原来卖油人在货车尾部安装了一个木箱子 箱子里可谓别有洞天 不仅藏着一个硕大的油罐子 还有一个电泵 而一根管子更是直接穿过车厢的地板与炸油机相连 电扭一开 后面油罐子里的廉价油 就会被电泵输送到前面的炸油机里 而顾客买到的所谓高性价比的花生油 其实就是这个油罐子里的廉价油流出来 最后低价花生油的秘密终于被揭开了 一桶箱成本才三块多一斤 商贩就卖到八九块钱 无论怎么算都是挣得多 小把戏被戳穿之后 在现场 摊贩乖乖的给刚刚买豆油的消费者退了钱 半个小时前还口口声声 埋怨警方耽误其生意的嚣张嘴脸 这一下子全没了 坐到警车上 民警和记者也大概了解了 这个摊贩的一些基本情况 之后商贩面临的就是严重的惩罚 其实这种号称限榨限卖的炸油车 在沈阳的各大农贸市场都出现过 所以小编在这里提醒大家 便宜没好货 大伙千万得多留神别上榜 食品安全不容小觑 要是贪图便宜损害了健康 那就真的得不偿失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大家有没有买过这种低价油 欢迎评论区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